想要做的是按抵制相關的 那其實之前已經有很多按抵制相關的專案 今天想要做的區隔是 它聚焦在替代方案 然後是說能不能用 大家互助的方式去降低 大家從事抵制的門檻 那又如果說你抵制的標 第一次無所在便利超商的話 有沒有方式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使用前面的話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第二次來 第二次來中醫院 然後可能跟附近不熟 然後我想要喝咖啡的話 我可能就添入說 我想要抵制Seven 可是我非常想要喝咖啡 然後我可以接受的範圍大概是 價錢範圍大概怎麼樣 然後給一個地點的資訊 那也許 然後我就可以送出 然後通知可能方圓一公里的其他人 然後這些人他可能就知道一些 當地人才知道的情報 或者說他也有時間來幫忙跑退 然後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先討論一下細節說 他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替代方案 然後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那就可以抵制成功了這樣 然後這樣的話 就是說我們還可以有一些面膠 然後互相平抵的過程 那這個主要的目標是說 我們怎樣除了剛剛提到的降低門檻之外 能不能去統計出一個很具體的 一個統計數據是說 比如說今天如果十萬個人 因為Seven他們的勞工權益不佳去抵制Seven 然後造成了一千萬的業績影響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具體的報告 可以去做為一個之後 之後也許是很多社會環境議題的談判的籌碼 然後去促使企業去做改變 然後也有一些可能 比如說解決一些在地生產或是商家的潛力等 那就是因為我們有經驗 然後我希望說 就是大家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他是很有潛力 作為一個社會環境議題去談判的工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